嗨 大家好 我是支电实验室的小春哥 那在当今国产电视品牌当中 能和小米在性价比上较较近的品牌并不多 那在我们所有测试过的产品当中 雷鸟算是一个比较合格的对手 那此前我们评测的雷鸟R645C 就是一台准清明级迷你LED电视 虽然在画质调教上 还有一定的优化空间 但是并不影响它成为一台 置价比非常高的增值 那今天小春哥继续为大家带来的 就是雷鸟S535C的评测视频 55英寸 2699元 48个背光分区 支持MEMC MTK的9652芯片 双肚比认证 那单抛开测试结果不太 这个规格和配置就够对手喝一壶的了 那在有了这样的硬件配置打底之后 雷鸟S535C 它的调教水平到底如何 它的实际表现会怎么样呢 那就是我们这一期评测视频要告诉大家 先来看外观 雷鸟S535C作为一款定位中低端的产品 第一眼看上去 的确没有太多的新鲜感 正面使用了主流全面屏的设计 边框是一体折弯的金属材质 屏幕底部和其他雷鸟产品一样 把后半双按器指示灯的硬件都集中在了下方 气场的条状盒当中 底座设计上呢 比较用心 不仅用上了金属材质 后半部分还能拆线 方便用户进行理线 那厚度方面 雷鸟S535C控制的还是不错的 壁挂完全没有压力 背部呢 不出意外 还是小树包的设计 不过为了和其他产品进行区隔 塑料的小树包上 应用了竖条状的造型处理 这种处理方式 我们此前呢 也在雷鸟的R645C身上看见过 接口方面 雷鸟S535C没有配备HMI 2.1接口 和此前同价位的Redmi智能电视X2022款相比 稍微就差点意思了 遥控器方面 也是雷鸟家住式的设计 按键呢 比较简洁 握感也是不错的 那总结 配置和外观的部分 雷鸟S535C 整体造型相对传统 没有太多的创新 在用料上呢 比较舍得下本 细节处理也还相对到位 看完参数上 我们同样通过一张表格 来看一下雷鸟S535C的整体表现 雷鸟S535C面板极限亮度 达到了613.56尼特 那在支电的亮度排行网当中 属于重要的位置 而标准模式下 467.65尼特的SDR最高亮度 观看普通的再线偏远 是基本足够的 色彩方面 雷鸟S535C电影模式下 P3色域覆盖率是92.82% 色彩平均带来一直是3.69 那在支电排行网当中 都处于中下游的水准 多点白平衡方面 可以看到RGB三色走势 是比较贴合的 蓝色呢 稍微高一点 色温是6966K 画面呢 属于偏冷的调调风格 GAMMA方面 雷鸟S535C实测 它的GAMMA平均值是2.39 GAMMA曲线的走势呢 要稍高于基准线 画面呢 会有一定偏暗的现象 所以总结来看 雷鸟S535C 在客观参数部分 交出的成绩单还算不错 亮度 色彩 相关数据 都是这个级别应用的水平 其他的测试项 也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偏差 整体的表现还算合格 屏幕方面 雷鸟S535C 使用的是标准像素排列的 四斗VI面板 同样是滑行光电生产 相比此前 R645C的八斗VI面板 虽然不具备分级像素控制功能 但也属于规格较高的一类面板 分区数量上 55英寸的雷鸟S535C 拥有12横次数 48个背光分区 65英寸 75英寸的版本 分别配备56个和80个背光分区 那在这个级别中 又有背光分区的产品 其实并不多 那体现了在硬件规格上的越级 屏幕的均匀性方面 可以看到雷鸟S535C 在50%灰度测试的时候 屏幕两侧会有轻微的阴影 靠近上下两侧也出现了按边的现象 所以整体的表现是一般的 那运动补偿部分 雷鸟S535C 运动补偿在标准模式下 默认中档的时候 画面运动流畅 不过低中高三档的白色树块 都出现了破损和抖动的情况 字母的显示也有点不太清晰 那在另外一段 小辣椒的测试片园当中 辣椒出现了闪烁和抖动的情况 不过光运控制还算理想 所以整体在运动补偿方面的表现 相比我们此前测试过的雷鸟R645C 是要差一点 屏幕基础素质的部分 雷鸟S535C 在同级别的产品中 拥有不错的面板规格 同时还加入了背光分区 这两点都是不错的加分项 但是在运动补偿的算法上 雷鸟S535C 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 好 接下来 让我们进入大家最关心的 主观测试的部分 首先从熟悉的肤色开始 那在这一段 韩国女团的测试片园当中 雷鸟S535C 没有出现明显的偏色问题 不同的人物都比较接近 我们印象当中的肤色表现 在这一段片园当中 星圆结衣的肤色上 雷鸟S535C 整体有些许偏蓝的情况 看上去呢 比正常肤色要更白一点 显得有点不太自然 常见色方面 雷鸟S535C 明显拉高了色彩的饱和度 这也让不同的蔬菜 水果的颜色有些失真 而且在亮度上也显得有些不足 实材的立体感被进一步的降低了 那在另一段 风味人间的测试片园当中 亮度同样是没有提上来 再加上较高的色彩饱和度 画面依旧是不够讨喜 在线视频方面 雷鸟S535C 清晰度不错 亮度呢 也有了明显的提升 立体感一下子就上来了 不过呢 人物的肤色依旧是有些偏蓝 而在另一段场景当中 消防员的服饰和安全帽上的色彩 看上去也要比本地片园更好一些 饱和度呢 没有被拉得很高 不会有明显的突兀感 按照表现方面 雷鸟S535C 在客观参数部分的表现还算不错 而且呢 加入了48个背光分区 那在全力的游戏 这个测试片园当中 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呢 首先 在电视的标准模式下 我们进行测试 虽然有了背光分区 但四个角依然明显存在漏光的现象 画面整体的对比度呢 都比较低 那这里面 无垢者的大军的场景当中 整体画面有些泛白 背景的雪山显得也比较的模糊 那本来 我们期望电影模式能够得到改善 但是调整后的画面 可以用一片死黑来形容 人物的服饰 建筑上的细节 丢失的都非常的严重 背光分区里的介入 会有些用力过猛 整体的表现很难让人满意 HDR视频兼容性方面 雷鸟S535C 可以顺利的解码 HDR-10 HLG和杜比世界三大主流的格式 但在这个级别的产品当中 它的表现是比较全面的 不过呢 由于亮度的限制 无法展现出高阶HDR-10和杜比世界偏远 应有的宽容度和动态范围 整体上观感其实是稍差一些 游戏的测试方面 作为一款定位中低端的产品 雷鸟S535C 不出意外的使用了60Hz的面板 而且呢 它也没有配备HDR-2.1接口 那实测S535C 可以正常打开杜比世界游戏 但是呢 同样缺失杜比世界的游戏模式 延迟相对要较高一些 不过呢 在玩其他的4KHDR游戏的时候 游戏模式下 我们测得的输入延迟是10.3毫秒 它的表现呢 还算不错 操作起来也比较跟手 我们先来看一下 PS5游戏对马导之魂 可以看到雷鸟S535C 在游戏模式下 色彩准确性还不错 绿色的草丛 黄色的枫叶 显示的都比较精准 没有出现保护度过高的情况 不过呢 画面整体偏冷 亮度也不够充足 这就让整个画面的对比度偏低 在一些高亮的画面上 会出现播报的情况 所以它整体的效果是一般的 非法21的游戏当中 同样表现出亮度较低的情况 这会让画面看上去有些低沉 缺乏了足球类游戏 应有的鲜活感 不过好在 草皮的颜色显示还算精准 所以综合我们主观 和游戏测试的部分 可以看到雷鸟S535C 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亮度提不上来 对于高阶HDR偏远 HDR的游戏现在有些吃力 无法还原出应有的画面效果 暗场的表现上 虽然加入了48个背光分区 但是在实际画面的调教上 很难让人满意 不管是标志模式还是电影模式 都存在比较明显的硬伤 当然比较让人欣慰的是 雷鸟S535C对于在线视频的优化 还是不错的 不管是在清晰度 亮度色彩的优化上 都要明显优于HDR偏远 观感也要更出色一些 这就从侧面印证了 这是一台面向主流用户的入门机产 音质方面 雷鸟S535C配备了总功率16瓦的扬声器 它支持杜比全景声 单从功率上来看 我们此前测试过的 Redmi智能电视X2022和OPPO K9 都显然要比它空门一些 那实际的音质体验又是怎么样的呢 让我们通过下面的测试片源来感受一下 那在电影缝纫机乐队的片段当中 雷鸟S535C的声音 整体上听上去相对的单薄 低频的力量感有些不足 下面的环绕声和临场感也比较弱 只能算是听个响的水平 所以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们对这台雷鸟S535C电视的评测 作为一款重低端的产品 它在客观参数上 表现让人满意 硬件规格上的优势非常明显 尤其是能在这个价位端当中 加入分区背光 的确是非常难得的 不过比较遗憾的是 雷鸟S535C并没有能够将这些优势 和它的发挥出来 只能是在普通的SDR片源 或者在线视频中发光发热 我们也希望雷鸟可以在实际画面的调教上 继续努力继续优化 最终我们给到这款产品的 综合画质评分是7.37分 那在支电电视排行榜基础电视的品类中 还是处于中上游的水准 至于这台电视的选购 我们更加推荐和它同价位的雷鸟S515D 虽然没有背光分区 但是拥有120Hz的面板 并且支持HDMI 2.1接口 对主流用户来说 我觉得也是完全够用的 而且对游戏玩家来讲 它会更加的友好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选择 我们此前测试过的 Redmi智能电视X2022款 那这款多边形战士 不仅硬件规格够硬 画面调教也是比较到位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电视长期测试 不要忘了给小诚哥点上一个赞 这会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下期视频再见